台风山陀儿目前位置在高雄的西南方 约120公里之处以每小时9公里速度向东北进行 暴风圈已进入云林以南及台东陆地 对苗栗以南、南投、花莲、台东地区及澎湖 构成威胁预估今明两天是影响台湾最显著的时候 根据气象署最新风雨预报及各通报权责机关停止上班上课 雨量参考基准一栏表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嘉义市、澎湖县、连江县、金门县、台南市、高雄市、平东县、花莲县、台东县等18县市 以达停班课标准 根据行政院人士行政总处天然灾害停止上班及上课作业办法 依据气象预报或实际观测 台风暴风半径于4小时内可能经过置地区 其平均风力可达7级以上或阵风可达10级以上时 或是降雨量达各通报权责机关警戒职 且以致灾或有致灾之余时可依法发布停止上班及上课 西北太平洋上第18号台风山陀儿目前正逐步地一直在影响我们 它现在暴风圈正涵盖在云林以南的区域以及台东的区域 目前我们预估花冬的雨从昨天开始下 但是今天到明天雨是依旧这么强 南部地区的雨也会开始增强 至于基隆北海岸的雨在今天晚上到明清晨也会逐渐增强 还有台湾各沿海风力都也已经增大 沿海已经都开始有比较强容易发生危险的强震风 在下午2点时候台风中心已经来到高雄西南方大约120公里的海面上 我们预估未来它会以每小时9公里的速度开始往东北的方向移动 往我们新南部陆地靠近 预估明天进入陆地以后强度会再减弱 目前的环境来说对台风是不利发展的 所以一路向我们移动过程中台风强度会持续的减弱 甚至到我们陆地上都有可能在持续在我们陆地上减弱为热带性地气压 但是纵使如此还是提醒大家 台风依旧是一个有破坏力的完整结构 在山土而靠近的过程中对我们各地的威胁都还是存在 请大家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注意 虽然我们知道台风在今天清晨减弱为中度台风 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依旧看到它的结构是完整的 尤其是在北边和东半边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除了强风带以外 这些比较暖色系的环流 它一旦一到上空就容易带来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 就像今天早上到上午的时候 台东曾经因为这样子而有时雨量80或100毫米的降雨 随着台风向北移动 我们提醒在花东地区南部地区它的降雨持续 而且中间会有瞬间短延时的强降雨 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在东北部和东部海面 也有云气形成会移近造成降雨的现象 那至于中部以北这些地方会有一些云气过山 甚至但是明天逐渐北上也会有些云气 造成一些零星的降雨状况 就有今天的降雨气象处发布豪雨特报提醒大家 今天在新竹以北的山区新北 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一直到云林引南的地区 还有澎湖都有可能出现大雨 其中在宜兰山区台北山区花莲 台南高雄嘉义以及澎湖可能出现局部性的豪雨 在其中是在花莲以及屏东的地方可能会出现大豪雨 另外在台东县以及屏东山区还会有超大豪雨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降雨状况 其实目前的降雨显示就以今天来看哦 今天到目前为止 降雨的情况就是原本的花东地区持续下 南部地区雨逐渐向北扩展 就以今天来说台东已经出现了超大豪雨 这样的降雨正逐渐的在发生 要请多留意 山陀儿台风昨日一整天几乎原地打转 京城强度减弱为中台 登陆时间不断往后延 中央气象署预估明天上午登陆 不过气象粉砖用事实说台风 发文指出山陀儿登陆时间一延再延 目前预估明白天登陆 甚至不登陆 若台风登陆的话 地点往北调至台南一带 路径也出现变化 不会越过中央山脉 粉砖提醒尽管山陀儿台风强度减弱 但结构仍很完整 南部及东半部风雨持续 北部东半部明天之后 可能出现共半效应有好雨几率 粉砖表示影响时程在延后 对中部以北及宜兰比较不利 后期台风虽减弱 不过山区仍会有较大雨势 明天平白平刻的机会非常高 但是我们还是出众我们的来机制 晚上能机会给同步以后再宣布 不过各位对于这个明天的一些活动 或是就像刚才社会局所谓的送餐的部分 要预长做准备 明天应该要做这个平白平刻的准备 所有居住双方的活动 能打了这个绿座准备非常强确 但是宣布今天晚上发明的 后天呢 照这个样子看起来台风很明显 但是希望真的是今天这些预报 能够实现就是后天 并然会感觉到什么 想让大家做准备 明天当然我们还是必须要是 随时的监控整个台风的路径 以及对台北市地区的影响跟冲击 现在我们EOC已经一起开设 所以各防灾单位都会进驻 那我们可能必须要监测整个台风影响的状况 那原则上还是四个县市讨论 之后在晚间八点会做宣布 我们昨天掌握确实在下午的时间 风雨时增强 那另外也有可能在傍晚下班及放学同情的时候 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如果说要放半天或是将这个下班或放学的时间提前 确实可能造成民众生活上面更大的困扰跟影响 所以更重要我们也考量到整个气象预测 包括山区包括四县市 我们一日的共同生活圈以及希望民众及早的在加工做好各项方台准备 所以我们四县市来做出这样的决定 那另外这边也补充我们在107年马利亚台风就决定 我们都不放半天假 昨天宣布放假的时候好像有承说 好像比北市府有提早 比其他县市提早宣布放假是不是有先跑 我们基北北桃大家在这个八点钟前会先由幕僚人员作业 然后最后再由首长大家彼此之间通电话共同决策 那昨天在接近到八点的时候我们是大家有共同讨论了一下 这个有时候这些海边的风力已经到达放假的标准 那所以我们考量到上午的确是风雨比较不大 但是越到下午风雨越大 那希望大家提前防灾 所以我们是共同决策 不过昨天我宣布说 因为看到媒体就在旁边 所以我们基隆在宣布的时候 大家有比较提早知道了一下 因为那时候我们大家都在海应边中 不过我们没有提早宣布的问题 大家都是共同电话好 包括我昨天也是跟几位市长亲自通过电话 大家决定后才各自去宣布 那宣布大家理解到宣布的时间是会有先后 可是决策的时候是共同的 市长长请教 现在网络上有网友是认为说 是不是因为现在罢名的风雨 所以今天才宣布放假 因为现在看起来早上的天气中好 早上是还好 我们昨天就是担心就是下午傍晚过后 那它的这个海边的环境 因为新北跟基隆 都有很长的海岸线 基隆有18公里 新北有超过100公里 那海岸线的风浪会比较大 对这个市民朋友 也有可能造成安全上的顾虑 所以基北桃本来就是一个共同生活圈 所以那这个生活圈也很大 所以我想没有因为任何其他理由 纯粹就是昨天晚上大家的共同决策 其实从这一次也意识到 基北北桃的生活圈是很大 那共同放假有它的优点 但是这个有一些区域 像我们的这一次的东北角的海边 就可以看到出来 从下午开始风浪就会很大 可是如果是它被盆地的话 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刻 相较之下可能就会有点落差 不过我想共同放假 是我们基北桃四个首长 大家的共同决策 所以我们还是会按照这样的方式 每个台风都尝试看看 然后再来做进行检讨 不过因为这一次全国都放假了 所以我想也没有只有基隆率先 单独放假的问题